青梅煮酒 闲话古今 欢迎来到有史料 本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有兴趣的小伙伴 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三国演义中 有能力的君主很多 比如曹操 刘备 孙权 有能力的谋士也很多 比如诸葛亮 郭家 法政 巡域 鲁肃等等 武力之高的武将也有很多 吕布 马超 关羽 张飞等等 很多人会好奇 这么多武将 谁最厉害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哪个武将的武力值最高 六 马超 马超是西梁人出身 西梁出身的军士一般都比较勇武 马超是刘备的武虎上将之一 既然古人已经给马超安排了位置 那说明最起码在古人的心中 已经有对马超的武力值进行排行 马超确实是不错的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 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马超打曹操时 虽然逼得曹操割须气袍 但许楚能和马超大战 那说明许楚和马超的战力是差不多的 而且马超和张飞打的时候 和张飞打的不分胜负 而且许楚和张飞也能打个不分胜负 那说明许楚 张飞 马超三人的武力值应该是差不多的 马超和顶尖战将打的并不是很多 而且也没有战胜许楚和张飞 所以武力值暂时排名第六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五 点围 点围的出场比赵云更少 在曹操打张秀时 就把点围和自己的大儿子曹王陪了进去 让点围早早的就领和饭了 但我们可以从点围曾杀人出世 人莫敢尽可以看出 点围最起码是个勇士 然后驱虎过剑 老虎看到他都怕 武力值自然也不低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接着点围被夏侯敦看重 推荐给曹操 能被夏侯敦看重的人 自然不会差 接着点围和吕布大战 打败了吕布手下的四个大将 在张秀反叛时 守住大门 誓死保卫曹操 就算死后 也没有人敢从他面前跨过去 由此可见 点围的战力确实不俗 只是可惜了 点围退场得太早 武力值应该是在徐主之上 介于张飞 关羽和赵云上下 但由于不好评估 暂时放第六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四 赵云 赵云出场的并不多 刚出道的时候 和文丑大战六十个回合 在长板坡上七进七出 斩杀了曹操 五十四名战将 高岚 张秀等都死在他手下 出道几十年 从来没有输过 三国演书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虽然可能是由于赵云出场的并不多 而且也没有跟太过强悍的对手打过 所以武力值不好评估 刘备把赵云放在自己身边保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 最起码赵云的战斗力 还是跟关羽 张飞差不多的 在关羽后来 对赵云的评价中可以看出 这么傲气的关羽 是把赵云当成自己的兄弟的 最起码赵云的能力不会差 才能让关羽看得上 可惜了赵云没有和关羽 黄忠 吕不打一下 要不然就比较好区分战力了 所以暂定赵云武力直排第四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三关羽 关羽的战力 在三国演义中是大叔特殊 温九斩华雄 三鹰战吕布 斩炎梁珠文炒过五官 斩六将等等 无一不显示关羽的赫赫武力直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曹操 袁绍 孙权 刘备手下 如果按单对单PK的话 可能还真没有几个能打赢关羽的 关羽的青龙掩月刀 胯下赤兔马 加上关羽的战力 武力直还是非常恐怖变态的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二 黄忠 说黄忠的武力值高于关羽 可能很多人会不愤 毕竟黄忠在三国演义里 能拿得出手的战绩 并没有关羽多 但仅仅凭他能战胜关羽 这点就足以排在第二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在当初刘备收服黄忠时 派关羽去和黄忠打 大家首先要清楚 当时的关羽正直壮年 而黄忠已经老了 在身体机能上 已经明显不如 关羽 耐力 体力等 都是差一个档次的 在这种情况下 黄忠还能好几次和关羽打成平手 好几次 黄忠明显可以杀掉关羽的 却都没有下手 放了关羽 光黄忠的一手弓箭 以及关羽的马尸前提这两回 就够关羽死两次的了 关羽最后还是一个拖刀 才勉强战胜了黄忠 如果黄忠和关羽 是都放在巅峰时刻 而且两边都是放手了去决斗 没有黄忠那么重的思想包袱 黄忠战胜关羽 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一 吕布 如果按照三国演义中来看 说吕布是最强武将 这没有人会怀疑 在吕布巅峰的时候 张飞来打打不赢 关羽加上来打 打成平手 刘备加上来打 才勉强取胜 刘备的武力值多少 我们不知道 或许就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 但张飞和关羽的武力 只可没得说 展颜梁珠 闻丑什么的战功赫赫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而且吕布手中中方天化级 胯下赤兔马 原本设计中展现的弓箭射数 也是演义中数一数二 这武力值 在三国中绝无仅有 如果一对一来打的话 不许是关羽还是马超 或者黄中赵云什么的 都不是吕布的对手 三国演义中最能打的六个人 关羽只排第三 无人敢不服 看了六个高五 立直的战将 你觉得三国的这么多战将之中 你最喜欢哪个武将呢 说说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 是我更新的动力